喂 赵老师 你回国了 你回来干什么 赵老师 你这么着急干吗呀 你来机场接我 我就告诉你 我刚才都坐了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都累死了 你快来吧 我等你 你去吧 我就不上去了 可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呀 我交了一个礼拜的训费 你就当回过来的理由 没出过念书那么多年 如果想回老家探亲 你就把房车给退了 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我们不要再检验 我回国 是想跟我的妻子和好 重新开始 所以过去的事情 就留在过去吧 喂 喂 老婆 你家属住 呃 手术停了 突然出现点状况 你怎么这时候过来打电话 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想听你的声音 面试怎么样 说你吗 他们眼力是有点状况 所以取消了 那就当好事多无了吧 你现在下班了 回去接你 不用了 今天不知道要到几年 你还接了 没事 没事 晚点见 你要好好吃饭啊 别为不吃饭了 嗯 好 好 回来了 你同事怎么样 没事 闹了点情绪 哭了哭鼻子 女人真可爱 不管到了几岁 都跟小女孩一样 我太累了 先去洗个澡 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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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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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